HELLO 大家好 我是Haddy 早兩個星期我拍了一條影片 分享手上九款不同遮瑕膏的用後感 有朋友留言說想看碎粉 為什麼你會這麼聰明呢? 除了遮瑕膏我都很喜歡買碎粉 剛剛數過 不多不少 我都有九款不同的專櫃碎粉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用後感 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買碎粉 有哪種碎粉是好用 有什麼分別的話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吧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買碎粉 就是因為覺得它很影響到 最後一個妝出來的妝感和感覺 例如你用一個普通的粉底 但是配上一個有質感的碎粉 整件事你會覺得膚質提升了 然後皮膚看起來更好 但是相反如果你本身用了一個很好的粉底 奶油肌 很有光澤 但是配上一個普普通通的碎粉 整件事是會炒禍的 正正因為碎粉在妝容上 有一個舉足輕重的作用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很捨得 投資在不同的專櫃碎粉方面 它們和開架的粉質 細緻度和妝效都有明顯的差別 大家如果真的要買一樣是專櫃產品的話 一定要選碎粉 今天的分享次序 不如有牌子A至Z來吧 第一個就是 我都經常看的 Hourglass的碎粉 這裡是有H字的 如果要用起來的方便程度 我覺得它屬於中間 因為沒有任何附送的粉撲或者掃 但是它的蓋子的設計是扣起了 所以那些粉是不會周圍走 會壓住 是可以壓住的 它是有輕微的淺膚色 如果以皮膚偏白的女生來說 是透明的 然後在我身上有啪啪提亮的感覺 但是不會變白色 它那種微微的光澤 絲絨的感覺 然後令皮膚的膚質好 提升了 而且完全不會乾 不會顯紋理 是中了我對碎粉的要求 最不好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今天所說的全部碎粉 我都測試不了控油效果 因為本身自己是不怎麼出油的人 所以關於控油這方面 大家可以看其他人的review 然後來到第二款 就是Jeffree Star 它是那種可以轉的 一邊就是這樣關掉 令到粉不會周圍抖出來 然後扭到另一邊就可以拿到粉 它一樣沒有任何粉撲 或者化妝掃附送的 但是開關的設計 的確幫它加了少少分 Jeffree Star出了很多種不同顏色的碎粉 我手上這個Rose 是台灣Katy介紹的 看完它的影片之後 燒著了 我就衝了去買 最喜歡它的地方 是它的味道 它這個很香甜的嘉年華棉花糖味 真的很棒 很治癒 它的粉質一樣很細緻 不會有火粒感 而且很輕身 有時候可能要拿粉 再打開出來的時候 是會有一層煙霧的飄出來的 妝感方面 它是有光澤的 也挺強的 是有一種銀光 銀色的珠光 不是閃粉那種 而因為它的底色有少少大粉 所以偏白的女生用它 會提升到氣色 但是我試過曬黑的時候用它 是完全不協調的 但這個碎粉罐是有一個問題 不知道我是不是不幸運 買了一個瑕疵品 很難扭進去 聽到了嗎? 很難聽的聲音 每次都打冷震 接下來就是三款Laura Mercier 它們最有名的應該是這款透明碎粉 然後一打開出來就看到缺點了 碎粉是飛到到處都是的 它們其實是有粉撲的 但是我不知道單買的時候有沒有包起來 因為我是買優惠套裝的時候 得到這個粉撲的 然後為什麼不放進去裡面 塞住碎粉呢? 就是因為大小不對 粉撲是比碎粉更多 完全塞不到進去的 如果你問我方不方便 在家裡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帶出街 或者是將來去旅行 staycation的話 我就覺得 一來比較大宴 還要帶多一個粉撲 就差一點點 而妝感方面 這個透明碎粉 和我手上這兩款 看到是金屬蓋的 完全不一樣的 透明這一款是霧面的 用上去你會立即整個妝容變得雅致了 然後粉感我覺得是有少許的 比起剛才的碎粉 是會覺得再粉霧感一點 它是會有少少像blur 或者加了filter的存在感 有時候我乾肌會 會嚴覆蓋了皮膚的光澤 或者一些膚質的感覺 所以你就要看看 你需要什麼妝感 喜不喜歡霧面的感覺 然後來到這兩款 我就長話短說了 因為我不會將它們變成全面用的碎粉 這一盒都是他們的透明碎粉 不過就是glow版本 這一盒是我去年買的 當時不知道Laura Mercier分了這麼多碎粉 看到透明碎粉就買了回來 誰知第一次用 簡直嚇了一跳 它是偏金色的光澤 整面照片的時候是十八銅人的 然後另一個就是 今年他們新出的感光物粉 打開出來的時候 我是很害怕的 因為看到這顏色 心想又是金色 但意外地它塗出來 是銀色的 而且它的閃耀程度 是可以比美打亮的 如果不是要拍攝 或者打燈的場合 如果整個面子 我不會全面用它 以一個光澤 而是非常之好 因為它粉質很幼細 完全不會顯紋理 不過我們今天說的 是蜜粉 不是光澤 所以以一個 日常全面用的蜜粉 這兩個我都覺得不特別適合 我已經由天光拍到天黑了 下一款就是大家都很想我試 所以我就買了MAKE UP FOREVER 這款是他們今年新出的碎粉 一打開出來是有蓋子的 所以粉就不會掉到周圍 然後再掀開蓋子就會看到那些洞 買碎粉的時候他會送來粉泡 不過就會用另外一個袋子裝著 粉泡的形狀也蠻有趣的 你會看到前面有尖端位 這個粉泡是很滑身很舒服 而且尖端位是很好用上鼻翼的位置 順便補妝一下 但是如果這個泡可以直接放在碎粉盒裡面就最好了 現在不是不行的 硬來也放到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變形 而且要關起來的時候也是可以關起來的 只不過我覺得好像很逼劫 至於粉質方面他當然也是很小 一打開出來看到有些煙嗎 是很薄很薄的 妝感是比較偏霧面 但不是那種剛才Laura Mercier的霧面 是比較薄霧面 如果以粉質平常日光的妝感 他也是非常非常好 再來就是今天唯一一款有防曬系素 來自Rachel Yne的礦物碎粉 它裡面本身已經有一個粉撲 所以抖出來 這樣你已經是拿到粉 粉質方面它也是細滑沒有火粒感 然後顏色你會看到有少少偏淺黃色 不是完全透明的 想到臉上其實在我健康膚色上面是有少少偏白 未至於去到面具白的 但會有一種提亮感 我自己用得它最多就是帶出去補防曬 因為化好妝後在街上不可能再塗防曬 如果用噴那些會很容易一點點白色 大家有沒有試過 反而這個它絕對解決了我想補防曬的心 不過如果以碎粉的標準 我覺得它在滑的程度差一點 亦沒有那種令皮膚好好的光澤感出來 所以就看看你想要哪一類的碎粉 或者你有沒有需要一個出街補防曬的麥粉 再來就是兩個粟糕碎粉 小碗這個就是他們的Oil Rich 然後大碗這個就是他們的Sheer Loose Powder 記憶當中我應該沒有不見他們的粉撲 所以大碗就應該沒有粉撲 反而小碗就有 而碎粉方面我最喜歡的設計就是這款網狀 無論你是用粉撲這樣按 或者你是用掃子這樣拿 都已經是可以拿到剛剛好的份量 等一等就已經可以上臉了 說回碎粉 Suku的碎粉是沒有得頂的 超級無敵滑 可以說是今天這麼多款之中 是最滑得來有滑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油性肌膚 夏天熱的時候千萬不要用它 因為連我都用不到他們這個Oil Rich 那冬天的時候我就很喜歡 因為它可以令到我的皮膚變得沒有那麼乾 竟然是碎粉做到這一種的感覺 如果你說算我很喜歡的Hour Glass 它是提升到皮膚的質素 但是它不會令到你的皮膚看起來 是有那種柔潤的感覺 然後一般朋友用 我覺得這個Sheer Loose Powder是無得輸的 是非常滑 跟著非常剛剛好的厚薄程度 然後皮膚看起來是會更加無瑕的 大家如果要買的話 我自己在Selfridges買的 是買歐洲版 這個都應該未必是日版 我不知道有沒有分別 大家在畫面那裡可否感受得到 Suku是完全小到不像粉狀的產品 但Make Up For Ever雖然已經很小 但是它仍然有粉狀的感覺 因為我用過很多更貴的碎粉 例如Lamira或Clay Depore 它們都沒有Suku這款那麼滑 所以大家如果有渠道去買的話 真的不妨一試 而來到最後一款就是TOOFACE的Bond This Way碎粉 這個我是買了旅行妝的 所以很小顆很有趣 我不知道貨妝有沒有 但是旅行妝就沒有粉狀 或者沒有掃複鬆 裡面的碎粉就是有一點膚色 然後是偏半霧面的 為什麼我會說它是半霧面呢 因為上妝後它不會死霧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光澤 但是你會覺得有一種粉霧的感覺 然後它價錢應該是今天這麼多款之中最便宜 或者比較便宜 它是很適合剛剛開始化妝的朋友用的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碎粉 究竟要霧面還是光澤型 想要控油型還是保濕型的話 用它你不會中伏不會出錯 但是又不會有一種嘩一聲很驚喜 覺得這個粉真的小到無論 或者那種好像煙的感覺 它就給不了你了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手上九款不同的專櫃碎粉 它們全部其實都不會差得去哪裡 都是很幼滑 我是完全接受不了一些很粉感 火粒感很大的碎粉 所以怎樣買都不會很中伏 但是如果大家是有不同的妝效需求 想要的東西不同 都希望這條片可以給到你們一些參考價值 都是拍了非常之久的聲音 然後大家看到天已經暗到現在 現在整個光線不同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次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三點和星期日更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